各位觀眾朋友你好 今天是2019年6月23號星期日 感謝你收看前進大區社節目 那這期影片呢我們針對網友提出了一些相關熱門股的分析 那我們用我們的前蠻系統以及技術面的角度跟大家去做個解析 那每個人的操作的週期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這邊跟大家講我們並不提供買賣的建議分析 而是我們跟大家分享這些股票單純以技術面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基本面的分析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進一步的跟我們做聯絡 那第一檔股票我們先看3406的余星光 在我們系統上面短中的趨勢目前是在一個多方 那長期的趨勢雖然在多方不過這個線比較短 代表長期來講的話他還是有一個套牢的籌碼在這個地方 那大家就特別去注意一下黃色這條線大概是落在365塊的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假設不要跌破 那他還有機會再持續性的高檔震盪 那我們從技術面的角度跟大家報告 左邊是週線 那右邊是日K線 日K線在上週五出現一個黑K棒 高點落在400塊錢 所以我們對這檔股票的看法 短期上會在365到400塊的地方做區間震盪 那週線的角度下週可能會面臨到一些壓力 所以投資朋友持有預金光的 你想進一步了解操作 可以尋求我們協助 那第二檔股票是4943的康控KY 這是最近這兩天的強勢股 那在上週三有出現買進訊號之後 20號跟21號都是連續性的上漲 那支撐價長在141.5 短期上的波動他已經來到了151.5的這個壓力點 所以這檔股票來講的話呢 短期人氣 有上升 所以當然以技術面來講 我們看一下 日線跟週線的角度 中長期來講的話呢 以週線角度他目前應該在這個地方 形成一個打底 但是他具不具備一個中長期的 基本面的支撐呢 這個是 需要再 額外研究 所以這檔股票我們認為他應該就是在打底階段 應該就是在這個價格 150塊因為在短期上已經爆量了 那他可能就是在150到120之間做波動 那如果說想要換股操作的 也可以尋求我們協助 那第三檔股票是3661的 四星KY 那這也是 強勢股 在週四他有出現馬性訊號 那週五是 盤中是大漲了6.78% 那這檔股票特別去注意他的融資使用率比較高 那以這檔股票的一個分析來講的話呢 中長的一個趨勢有翻多 那以從這個日週線的一個 技術面的角度來講的話呢 日週線的角度看起來還算是不錯的 不過就特別去注意一下 他在這個週五的盤後中大訊息有公告他的一個獲利 那這個獲利數字來看的話 並不是很好 所以這張股票可能就是比較適合技術面操作 進一步的基本面分析 你可以尋求協助 那3105的穩貌 這也是最近的一個熱門股票 那這張股票跟郁金光就蠻類似的 他的一個 短期的人氣 有往上升 不過他的長期的趨勢來講的話 這個線比較短 代表中長期的套牢的一個 一個籌碼 是比較嚴重 那這張股票的一個 短期的壓力點 大概落在200塊的這個地 那我們從日線跟週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技術面跟 郁金光的條件 其實是一樣的 下週他可能會面臨到一些壓力 那壓力點可能就是落在 200塊的這個價格 所以這張股票我們預期他就是一個 區間震盪的一檔股票 那再來看3324的雙紅 那雙紅這張股票在週五他有跌破了這個 關鍵的這條線 那在這裡跌破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個短中長的一個趨勢線來講的話有開始往下走 人氣力道的一個力道也有開始往下走 那不過這張股票他畢竟還算是強勢股 所以 要特別去注意一下就是大概在這個價位 這個價位大概在落在145的這個點 從這個日週的角度來看的話 週線的角度你可以看到 他的一個基期 就已經相對比較高了 所以 150塊的這個點 145假設站不上或是150這個點 沒辦法持續性站上的話 那要特別小心 以技術面的經驗這張股票就有比較像是在做頭的股票 那基本面分析不在我們這次範疇裡面 所以你持有雙紅的 想要怎麼操作 或是要換股 你也可以尋求我們協助 那在我們講一些空方的股票 這是在我們週五系統上面 有三檔 出現賣訊的股票 611的大宇之 258的益龍店 3163的波羅威 那尤其在益龍店在我們系統上面 他的一個 符合的條件是比較多的 那週五跌了5不省 那可以看一下他左邊的週線 那這個 以線圖來看的話 他是一個弱勢 那他的一個週五出現了一個 爆量的KK棒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是形成一個賣點 那我們可以從我們的系統上面來看的話 在週五出現賣訊 那力道也出現一個下滑 那包括這個所謂的一個 短中長的趨勢 是在 這個週五 繼續性的往下 所以長期的部分是在空方 那短中已經轉落 所以在這個地方是購成一個賣訊 所以72塊4的這個點 假設站不上 這張股票是比較看回檔 那看一下611的大宇之 在週五也是出現一個賣訊 那 長期的趨勢 他目前是在空方 那短中的趨勢 其實不是很明顯 不過人際力道已經開始下滑了 從日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反彈也很弱勢 而且量人是沒有出白的 那這張股票來講的話 週五出現賣訊 都是朋友也要特別去小心 那3163的波羅威 週五也是出現賣訊 這個 雖然短期力道有上升 人氣有上升 但是呢 他的長期趨勢在空方 那短中長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短中的趨勢 如果再跌破的話 週一如果繼續跌 那這張股票也可能會形成一個整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線圖 技術面來講的話 這張股票的一個週限來看的話 這個反彈也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 特別去注意 因為這張股票的一個 財務體質 並不是很好的公司 所以持有波羅威投資朋友 有相關的問題也可以向我們做詢問 那在這裡邀請投資朋友你可以立即利用LINE的ID 搜尋 小勞學權TTC 加入我們LINE的好朋友 這是我們新的群組 在7月1號 會正式做啟用 那如果你有個股的問題你可以在LINE的主頁上面留言 那我們就有機會 類似像這樣的影音 跟大家 分享我們看法 記得加入之後先傳送貼圖 那最新的信用籌碼余率名單 我們每週會提供 也放在LINE的主頁上面了 邀請你來做觀看 去年7月1號假日 你會收到我們 國劇 告訴你信用籌碼余率的第一名 假設你是我LINE的好朋友 那在7月1號知道 7月2號7月3號創新高的國劇 你有機會去調整 因為籌碼已經率先出現疑慮 那你也可以立即 這個在YouTube上面 點選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之後記得點選鬧鐘 我們上傳什麼影片 同事朋友 你第一時間就會知道了 針對熱門股解析也是我們的 試辦的方式 那也請同事朋友給我們一些鼓勵 幫我們按讚 那如果 辦得不錯的話 我們會持續性的 替網友 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前進史上最大優惠 我跟大家報告的 那這個活動是到 6月30號 那假設你是在這個週末 來電的 或是填表 那我們將有神秘好禮要給你 那如果說你想要反敗為勝 因為這段時間行情不是很好 那你需要的是其中火力 所以我們推出了單股單月 那我們也找到一檔股票 這個是第一棒 這檔股票是 奧運題材的相關個股 那技術面來講的話 股價在長期的低檔 那週KD形成一個 黃金交叉 那下週我們預計會去做佈局 那以基本面的分析來講的話 我們預估這張股票的一個 空間是有機會打到三成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人氣力道 再往上走 那短中的趨勢 他已經慢慢翻成多方 那 長期趨勢這個限制比較短 那週五有形成震盪 那他的籌碼面來講的話 目前的股價在 最近這一季的贏家券商的 成本附近 甚至你進去買 可能比這些贏家券商還要來的低 那奧運題材其實是在明年但是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發酵 因為這股票 在低檔 做轉強 所以這張股票我們下週會佈局 那邀請你可以來電跟著我們會員在下週一起做進場 那如果你不方便來電的 你也可以在看影片下方的地方有箭頭點選這裡 下面會有申請表連結 點選連結透過右邊的申請表單 填寫來體用語音 同時的了解這張股票操作 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祝你週末愉快 謝謝